農民多次打斷官員說話 十八號下午宜蘭縣政府派員 前往大同鄉南山村 針對縣府要在9月1號開始 南洋西上禁止使用 生機份施肥的公告 向農民說明並聽取農民的意見 沒想到說明會一開始 官員輪番上陣 用簡報向農民報告縣府政策 讓台下的農民聽不下去 因為他們只想知道 9月1號起 究竟還可不可以用生機份 說明會你不要講那麼多 不要看我們沒有念過書 那些字可能有幾個字 我看不懂我沒念過書 我只要縣政府這邊 跟我們講9月1號 公告是不是開始實施 如果不實施 是不是沿用幾年 生機份到底給不給我們用 就這麼簡單嘛 由於上個禮拜上千位農民 前往縣政府抗議 要求縣政府提出配套措施 再禁用生機份 當時官員就承諾會再前往部落和農民說明 但這一次官員來到部落 向農民表示 縣政府已經決定只禁用生機份 刪除農藥和肥料 還在現場教導農民如何挑選合法的肥料 面對這樣的說法更讓農民不滿 因為致死之中農民的訴求就是要暫緩或撤銷 禁用生機份的公告 現場農民再也忍不住當場炮轟政府官員 8月12號的抗議訴求的這麼大 抗議聲浪那麼大 到了今天你還是講一告 你還是部分的去修正 你修正什麼 你沒有修正到我們 我們農民的訴求嘛 我們想辦法去說 你先說你要具體的 拿出你的配套嘛 對不對 你現在變成是什麼 你今天的說明不是說明 在我來聽的話 在各位來聽的話 是一個什麼 鎮定宣導 今天生機份禁止讓我們使用 還有什麼可以頂替生機份 這樣的一個替代品 面對農民連番炮轟 官員們臉色凝重 只能不斷強調 縣府有一長期輔導 四季南山轉型成景觀化繪專區 並生產有機高麗菜 農民反問要怎麼轉型 官員回答不出來 再度惹惱台下農民 農民泡火連連 官員宅也擋不住 最後只說 官員前往部落聽取民意 原本縣政府的民意 卻因為提不出具體配套措施 抵擋不過民怨 說明會以最後 只能草草結束 記者有把號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 警示範 今年 谢谢